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日前韩国冀州研究院学者撰文表示 日本政府以经济理由回避专家提出的多种核污染水处理方法 而是选择可能引发人类灾难的最坏的方法 将犯假大错 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 我想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既然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说福岛和污染水安全无害 那么日方为什么不直接向日本国内排放和污染水 或将其用作农业工业用水 而是向海洋一排了之 日方出于一己之私 而把全世界置于风险之中是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汪文斌说 日本也是今年七国集团会议的主席国 也带上了主角光环 更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回应和解决国际社会的关切吧 但令人失望和不安的是 日本制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切于国故 依然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大幅增加防卫之初 发展进攻线武器 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和专守防卫的承诺 还不时出现为二战时的军国主义分子 召唤喊冤的阳心 汪文斌指出 日本一贯标榜自己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我们提醒日方要做负责任的国家 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行了 而因认真对待国际社会关切 拿出实际行动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